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沉 转换中心 以小指领近走腕圆 右手连到 换手 左手 同样以小指领近走腕圆 要求手高不过头 低不过当 重心三期转换 正面双手产丝 也叫远手 左手往上分的时候 右手向外部 相互相好 要求和单手沉思一样 换左右后腕 手打至前方的时候 从上往下 右手绿于右腰间 左手绿于左腰间 好换 单手侧面残思 右手在右侧方 走弧线 下河重心左移 一 穿掌 穿掌的时候 重心右移 向后分 下河 穿掌 好换 好 双手的前膨后驴 然后拉弧线 在身体的前面 上膨 下驴 以身领手 好 好 根部 坏 下驴 变为上膨 下驴 好收 首先 我们把昨天所学的动作 一起来练习一遍 护心拳 走旋风甲 推走 双手下驴 提重心 上膨 提膝合手 落步交叉 握礼盒 蹬地走 收 往上分 开左部 提右腿 右蹬一根 蹬 转身发力 正脚交叉 分左 合右 坐 颜手 红拳 收 让我们再来练习一遍 并把今天所学的动作作以展示 护心拳 护心拳 一 二 双手下驴 上膨 提膝 拖掌 落步交叉 旋风脚 走 收 往上分 开左部 起右腿 右蹬一根 转身发力 正脚交叉 分左 合右 重心压好 蹬地走 下面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动作 小勤打 交叉合手 白脚尖提膝 开步分掌 从下面接手 两手上膨 收于右腰间 向右前方推出 小勤打 抱头推三 移中心扣脚 收右部 双手手心朝里往下分 提膝 合手 合一两耳边往前 抱头推三 六风四臂 一 二 合手 往下按 这是我们学过的动作 变单边 一 二 打开 三 提膝 开步 移中心 再回中心 穿掌 拉开 下松 收 下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小勤打 首先 眼手红拳 眼手红拳 变小勤打了 收了 重心在右腿 不要往左腿上 在移中心了 直接收你的右部 同时 船颠最重 右拳 以拳变成掌 手往下向合 往前根部 一 交叉 合手 左手搭上来 同时呢 左手搭于右手臂的里侧 左脚了向前 朝对方的迎面骨 侧蹬出去 脚跟作为利点 一 落步的时候呢 手心是朝上的 同时 摆右脚脚尖 手呢 往里旋转 手臂向外捧 重心移过来 提 左腿 向左前方 开步平铲 同时 左手下按 开出去 把钢撑圆 重心这时候 在右腿上 右手臂捧圆 左手按着 同时做 臣肩最走 右手走下弧线 去接左手 两个手 重心同时向前 重心左移 两个手向上棚 臣肩最走 两个手合于这个腰间 从右腰间向前 推出去 左手呢 架起来 推出去 合到这里后 推 小心打 这时候呢 左腿占七分力 右腿呢 从蹬地 占三分力 拉出去 重心压在左腿上 力打在掌根上 小臂的外圆 从一个膨颈 拉开 这是小警打的动作 下面 我再做一下 正面动作的讲解 首先 眼手红拳 根部 交叉合手 一 上部交叉 二 白脚尖手臂往外捧 慢慢地移重心提膝 这个时候呢 向身体的右前方看出去 手臂往上捧 头往上顶 眼睛往前下方看出去 右前下方 开步分掌 手往下按下去 中心还压在你的右腿上 然后沉肩最走 走下弧线 接手 两手往上捧 松于腰间 走 推 推出去 手臂上面捧圆 下面打出去 起到一个上架下打的动作 拉出去 好 收 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习 小琴打 一 交叉合手 上部 掌心朝上 这时候脚尖不要外拍 二的时候 移重心 外摆脚尖 提膝 重心压至右腿 站稳 手臂不圆 三的时候呢 向右前方 向左前方 开出 一 按掌 拉出来 二 接手 两手向上捧 收于右腰间 走推 小琴打 腰直起来 好 收 再来一遍正面动作 眼手红拳 走 一 交叉合手 上步 二 白脚尖 提膝 三 开步 分掌 四 接手 重心前移 往上领手 压移 右腿 走登地 推掌 好收 下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抱头推三 小琴打 重心这时候在右腿上 以中心扣右脚脚尖 同时左手松成下来 与右手相交叉 一 重心右移 把左脚扣过来 手交叉合手 二的时候呢 左腿不动 重心 收于左腿 收右脚 同时手心向底相合 两个掌心了 向着自己 手心向底相合 然后以手腕 往下压进 下分 往下捧出去 往下松沉 然后往外分 合手的时候呢 趁肩最走 两手合于两耳边 同时提膝 向前开步 抱头 推伸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做推伸的动作的力量 力量打于掌根 推出去 两个手臂不能做僵直 另外步子也不能推直 做到 合 当 把当成员 拿起来 力身中正 好 好 我再来做一下 抱头推伸这个动作 小琴打 好 重心右移 扣左脚脚尖 左手下相合 同时收右部转重心 两个手心向里 同时手向右前下方 向分 然后提膝合手 抱于两耳边 然后向右前方 开步 平推 抱头推伸 这个动作注意 保持身体的力身中正 两个手的掌根 用力向前推出 像推很重的东西一样 想象的抱头推伸 动作我们要用的力量 首先呢 右面呢 前面的脚尖呢 朝前 右面的脚尖呢 往里扣 把力点来合好 收好 好 抱头推伸 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抱头推伸 小心打 一 扣左脚移重心 二 收步 手心相合 三 往下分 重心不变 在左腿上 合手提膝 右腿提起来 往前开步 平推 自胸前推出 抱头推伸 收 让我们再来练习一遍 要直起来 走 一 扣脚 二 收步 转身 相合 三 往下分 起右腿 抱头 往前开出 抱头推伸 好收 下面我们接着学习 六风四壁 单边 首先抱头推伸的动作 做好 六风四壁 双手下捋 重心左移 然后移重心 两手上合 合于左胸前 收左部 手向右前下方 推出 六风四壁 对这个动作定式的时候 要求做到 两手向前推出 背 向后撑起来 头往上顶 胯往下松 两个手臂捧圆 拉开 六风四壁 变单边的时候了 右手向里收 一 向里合 合于左肘旁 二便勾手 肩走手的顺序 拉开 动作打开 三的时候提膝 开步 脚跟里侧平踩 四 移重心 然后回重心 最当走八字 穿掌拉开 五 同时把右脚脚尖扣过来 往下松 单边 好 收 让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六风四壁 单边 抱头推伸 一 双手下驴 重心左移 二 重心右移 两手上翻 相合 合于左胸前 三 收部推出 对两脚之间的距离 做到一脚跟的距离 拉开 一脚的距离 两个手向前推出 做到立身中正 往上顶 头往上顶 轻轻地顶起来 虚拧顶进 变单边 一 两手相合 二 变成勾手 打开 手腕领进 沉肩最早 三的时候 提膝 开步行散 重心压过去 走 离中心 再回中心 穿掌 扣右脚拉开 往下 往下收 好 再来一遍 抱头推三 好 一 两手往下捋 二 移中心合手 三 收部 下推 一 变勾手 二 勾手送出 三 提膝 开步 四 移中心 再回中心 穿掌 扣脚拉开 把右脚扣过来 往下收 最单便的动作 上下相随动作 拉起来 不要打得太直了 放开 唇肩最早 掌跟往下做 好收 练习 练习城市太极拳 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步行 就是 瀑布 首先 我们 蹲下来 重心压在右腿上 将左腿 拉开 整个脚面 压紧地面 然后 在练习中间呢 一中心 压过来 右脚了 脚面 踏实 再转中心 再转过来 左脚脚面踏实 整个脚不要来回翻动 这是我们在练习 瀑布的时候 一种方法 另外的一种练习呢 是将你的脚尖 翘起来 往里扣 往上翘 这时候呢 膝关节峰直 中心压在腿的一侧 然后在转换中心的时候呢 把这边的脚呢 也翘起来 往上翘 然后再转换中心 这也是一种练习方法 我们在平时做压腿的时候呢 主要的目的呢 将你 伸开左腿的时候 将左腿的里侧韧带 做一个拉伸 然后再转换中心的时候呢 将右腿的里侧韧带 进行一个拉伸 这时候呢 身体可以略微往前轻一点 也就是说像你身体 脚伸直脚的这一方向呢 身体略微往前轻 慢慢地在移中心 拉伸你腿里侧的一个韧带 那脚尖翘起来之后呢 拉了你下侧 也就是说我们两腿后侧的一个韧带 拉起来 然后再做 这是做练习浦布的一种方法 它对你身体的 那个腿部的两侧韧带呢 有一个很好的拉伸运动 好 下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 就是陈式太极拳中 两个对瀑布动作的要求 首先白脚跌岔 从这里交叉正脚这里 好 开步 这跌岔动作呢 就是一个下瀑布的动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可以把脚扣起来 贴出地面 也可以把脚呢 翘起来 对 身体往前轻 然后蹬地 再起来 这是两个瀑布动作要求 好 上步收 好 收 那第二个动作呢 是确定龙 拉开单边 往下松 走 交叉合手 这时候呢 我们变成左肛部 好 往右侧拉 拉开右肛部 变成瀑布了 拉下去 好 这时候白脚尖 在一中心 白脚尖脚不要起来 对 好 上步交叉 好 收 下面 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动作 完整地练习一遍 眼手红拳 小琴打 一 交叉合手 一 交叉合手上步 二 白脚尖 提左膝 三 开步分掌 四 接手 两手上棚 五 收腰尖 登地 登地推出 小琴打 一 扣左脚脚尖 二 收右部 掌心朝捋 三 往下分 提膝 抱头 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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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往下捋 重心左移 右移重心 合手 推挡 收步 六 封四壁 变单边 一 重心不变 二 都手送出 重心还在右腿 三 起左腿 向左侧方开出 四 转换重心 再移重心 五 穿掌拉开 往下松 往下松 变边 收 让我们再来练习一遍 眼手红拳 小琴打 一 交叉合手上步 二 白脚尖 提左吸 三 开步分掌 四 接手 两手上捧 五 收腰间 蹬地推出 小琴打 一 扣左脚脚尖 二 收右部 掌心朝捋 三 往下分 提膝 抱头 推身 继续往下捋 五 重心左移 右移重心 合手推掌收步 六 风四臂 变单边 一 重心不变 二 勾手送出 重心还在右腿 三 起左腿 向左侧方开出 四 转换重心 再移重心 五 穿掌拉开 往下收 看边 说 冬季呢 天气阴冷 是鼻炎的高发期 不少人早上起床后呢 是一朝凉 就会狂大喷嚏 遇到冷空气 或者是灰尘等刺激 这鼻涕啊 也该不消停了 整天的鼻子不通气 就会严重影响 我们的生活 还有学习工作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就要为大家介绍 几种预防鼻炎的小窍门 首先预防鼻炎 要避免上火 因为上火呢 会影响人体的阴阳平衡 内火呀 就会变得旺盛 容易引起一些炎症的发生 而长期上火呢 就会鼻色红楼痛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鼻炎 第二呢 是要尽量避免接触动物 因为动物的毛呢 会导致部分人的过敏系统紊乱 而鼻炎大多症状 都是过敏性的 所以要尽量避免 这些敏感的事物 第三呢 是要保持棉被的干净 因为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呀 身体的机能都处于最虚弱的状态 人体的免疫力呢 也是最低的 睡觉的时候 如果与不干净的棉被直接接触 就会容易使人吸入病菌 这样呢 就会加重了病情 影响您的身体健康 第四呢 是常用冷水刺激鼻子 在您洗脸的时候 用冷水清洗鼻子 可以增强鼻炎膜的抗病能力 同时有利于清除鼻孔内的细菌 病毒 第五呢 是要远离花粉 因为这花粉呢 也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源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那就是要注意保暖 冬天呢 气温低 湿度差 气候呀 又特别的干燥 这样的季节呢 特别容易感冒 而感冒呢 就是引起鼻炎的醉魁祸首 所以您一定要注意保暖 出门的时候呢 要尽量戴口罩 保持鼻腔的湿度和温度 希望今天的健康生活小贴士 能够帮助您轻松预防鼻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